小石頭 我們來自德國 我叫李卡文 我叫愛子 我叫小石頭 我們今天呢 要给你们讲一个真实惊险的故事 是在我们飞完北京的那一天发生的 我们晚上八点钟的飞机 现在呢我们是吃完饭的时间 哎呀你妈做的鱼真好吃啊 尝试我了 哎呀别忘了 那个什么 护照给你啊 谢谢 你的那个签帐付了多少钱 三十多元啊 那你贵 是啊 你在玻璃付了多少钱 什么钱 还用钱称 我以为邀请幸福就够了吗 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先赞啊 那怎么轻松我啊 上不上飞机了 哎呀怎么办啊 哎呀 现在我们在公共汽车站 还有两个小时到飞机场 今天的车是五点钟吧 已经很晚吧 哎呀没事 他反正来完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就等一下吧 哦 快六点钟啊 车子们还没来呢 哎呀你去看吧 好了好了我去看一下 星期六 今天没有车怎么办啊 今天没有车啊 你不是说每个小时一场吗 没有啊 看错了今天就知道了 这会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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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知道要车磨啊 知道啊 哎呀 可是 就是 请按着各种们 真是好诗多么 学号中桂华 走到那儿都不爬 哈哈哈哈 那 最后我们还是给你去巧克力吧 巧克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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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